每晚八点 聆听读者 罗奶奶已经72岁了 一个人住在湖北的老家 一个儿子在广州买了房 离家远 一年也就回来一两次 儿子上次回来是在农历的12月29 离开的时候正好正月初二 在家里的日子还不到三天 他不挂儿子 知道他压力大 工作忙 退休前 罗奶奶是名老师 一直都有写日记的习惯 退休后 发现可以写的东西越来越少 翻开过去一年的日记本 写的最多的是 今日无事 在孩子过完年 离开后的一个月里 罗奶奶生病了 终于有一天 他艰难地在上面写了几个字 没什么事 我就先死了 罗奶奶去世的消息 儿子三天后才知道 像大兰已经74岁 一个人住在重庆的某个深山窝里 老旧的房子 门槛和房门四角都已经磨圆 屋内一片漆黑 只有简单的桌子 凳子 蜘蛛网 以及散发的霉味 村里没有年轻人 二十岁到五十岁的都在外打工 留在村里的大多是六十岁以上的老人 年轻人留在农村 一年也挣不到两千块 像大兰的儿女也一样 邻居说 他的儿女孙子都对他挺好的 每次来看他 都会给他钱花 只是常年在外 无法照顾 前几年 儿子还把老人接去了广东 不到三年 向大兰就回来了 人生地不熟 气候不习惯 吃的也不习惯 日子久了 儿媳也合不来 越住越痛苦 回来后的向大兰 越发不爱与人说话 不看电视 也不会用手机 很多时候就在门口坐一天 从早晨看太阳升起 到傍晚 看太阳落山 不说一句话 有一次 邻居看他好几天不出门 就去喊门 喊了很久 也没见答应 以为出事了 找了几个人准备撬门 刚一碰到锁 就听见了里面的声音 不要撬门 别撬坏了 因为腿脚不便 向大兰买东西 都要托人捎带 7月17日这天 他给了邻居13元钱 请他买10元药酒 3元止痛片 7月18日 他的侄子端了碗豆花过来 喊了几声也没有反应 想到老太太不爱搭理人 侄子又端着豆花走了 7月22日 邻居带着药酒指痛片来找向大兰 喊了半天又没见答应 另一个邻居说 向大兰已经三四天没出门了 村长 村之书和向大兰的妹妹随后赶来 撬开门后发现 向大兰吊死在门头 脖子里缠着绳子 肚子骨的老大 屋里弥漫着一股臭味 是自杀 邻居说 这一辈子受的罪算是到头了 死了 也就解脱了 在农村 这样的事件到处都有 出门一把锁 回来一盏灯 几乎是他们生前的最真实的写照 就像围绕他们的大山一样 永远看不到尽头 看不到出路 他们的孤独与寂寞同样是无穷无尽 死亡反而成了解脱 成了救赎 王师傅是安徽蹦步的一名退休工人 六十多岁 早年离婚 一个人将两个女儿抚养长大 一个嫁到了外地 一个在本地 老人独自住在一栋居民楼的楼顶 和周围人很少来往 也很少说话 邻居的印象是身居简出 寡言少语 可能是害怕孤独 家里养了净十条狗 有一天 楼下的马师傅发现不对劲 楼上的灯整天整天地亮着 也没关过 家里的狗一开始还汪汪叫 这几天却不叫了 楼下的大妈说 已经好几天没看 王师傅出来买粮 遛狗 大家觉得可能是出事了 于是报警 民警和老王的女儿都赶过来了 门被反锁 打不开 只好联系开锁公司 门一开 就闻到一股异味 还有一屋子窜来窜去的狗 场面一片狼藉 王师傅已经死了 大概一周左右 具体时间不知 有人猜测 王师傅死后 狗开始叫 想叫醒主人 却发现主人再没起来 慢慢地 王师傅的尸体开始腐烂 饿极了的十条狗 就开始分吃王师傅的尸体 表面上繁华的都市 却居住着中国一半以上的孤独老人 没有陪伴 没有照顾 甚至连找个说话的朋友都很难 他们徘徊于公园 行走于河边 最终在没有黑暗的城市里 等待死神的到来 悄悄离去 没人发现 很多人不知道 年迈的父母是如何生活的 或者 当我们感叹岁月像拔杀猪刀的时候 他们却抠着手指 度日如年 又或许 当我们拎着面包牛奶挤地铁的时候 他们正主着拐杖 从公交的起点 做到终点 这几天 微博被一个故事刷屏 贵州大山深处的一位老人 女儿在广东工作 因为距离远 只有过年才回家 出去工作了五年 就回了五次家 母亲以为女儿工作忙 好几次生病都没告诉她 所以在女儿的印象里 母亲的身体一贯见朗 她不知道 母亲一直患有心脏病 过完年 女儿又准备去广东 离别前 母亲还对她说 女儿 放心 妈妈身体很好 在一个平常的深夜里 母亲悄悄地去世了 好几天没出门 村里的人才破门而入 老人的尸体已经冰凉 连具体哪天去世的 都不知道 女儿从广东匆忙赶回来 看到地上的母亲 嚎啕大哭 我好后悔啊 真的好后悔啊 过完年我不该回广东 应该留下来陪妈妈 其实 错的不是女儿 谁都没有资格去责备一个 摆脱农村走向城市的儿女 那倒无法跨越的城乡差异的鸿沟 最终会将儿女与父母分离开来 可能隔着千山 隔着万水 最后 也隔着阴阳 就像一周说的 我在这世上太孤独 以至于连自己死了 都没人知道 刘先生已经买好了回家的高铁 他在广州工作 老家在河南 隔着千山万水 几天前 老父亲打来电话 告诉他 家里一切都好 要是没时间 清明就别回来了 他一个人能搞定 儿子笑了笑 告诉老父亲 最近不忙 已经买好了回去的高铁 一放假 就回家 其实 不忙是假的 他刚从外地出差回来 整个清明都安排得满满的 但是他还是多请了两天的假 嫁上清明 一共五天 他知道 钱永远赚不完 再忙 也得回一次家 他曾问过自己 如果和父母分隔两地 每年能回去几次 一次几天 中国人的平均寿命是72岁 就算父母超出13岁 活到85岁 算一算 这辈子 你到底还能和父母相处多久 如果一年就春节回家一次 一次待七天 除去聚会 应酬 以及睡觉和上街购物 真正能在家里陪父母的时间 还不到两天 这么一算 在余生剩下的日子里 陪父母的时间 竟然不足一个月 算完 不禁哽咽 远离父母 有时候是身不由己 或许 我们能做的事 仅仅是趁着父母还健在 趁着我们还年轻 多回家看看 对年迈的父母来说 这 就足够珍贵了 作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考虽宣 children Inc 巧克力 子图"! 编曲 李宗盛 李宗盛 乐 李宗盛 李宗盛 花ää 李宗盛 歌词澄 李宗盛 柯 李宗盛 TOMORK 李宗盛 Marvel 李宗盛 奇雨中的小脚魚 柯 柔嘟嘟的小嘴巴 一生把爱交给他 只为那一生爸妈 时间都去哪儿了 还没好好感受年轻就老了 生儿养女一辈子 满脑子都是孩子哭了笑了 时间都去哪儿了 还没好好看看你眼睛就花了 柴米油盐半辈子 转眼就只剩下 满脸的皱纹了 满脸的皱纹 中的小脚牙 柔嘟嘟的小嘴巴 一生把爱交给他 只为那一生爸妈 时间都去哪儿了 还没好好感受年轻就老了 生儿养女一辈子 满脑子都是孩子哭了笑了 时间都去哪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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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没好好看看 时间都去哪儿了 整个遍 今天最后一生事的 情久就iac了 满脸的皱纹 Zither Harp